近年来网络上争议讯息不断,有民进党立委提案修正国家安全法,主张将网络领域也纳入国安法适用的范围。 行政院副发言人丁允公今天表示,目前网络假新闻,假讯息浮泛,其中不乏境外不友善势力蓄意嘈弄,可能威胁国家安全,不能忽视,政府也认为应采取适宜的作为是否修正国安法。 丁允公表示,除了已有立委提案,内政部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正就相关法规研议中,对于网络讯息的治理,一定会在言论自由跟国家安全之间求取平衡,也会参着国际民主国家的相关经验。 行政院发言人Kolas Eltaker也表示,修国安法只是政府试图杜绝毫无新闻伦理的假新闻的众多可能的途径之一,尊重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依然是政府捍卫的目标。 Kolas强调,假新闻对台湾的伤害已经不免可遇,相关部会正与学者专家进行全盘评估,将参考各民主国家的经验提出适合台湾的做法。 目前政府将继续澄清恶意的谣言与假新闻,积极离清真相。 民进党立委也已经所提国家安全法增定第二条之二条文草案指出,为英英全球化、资讯化时代的来临,国家安全的威胁已不再限于实体,并已扩及至网络领域。 因此国家所面临的威胁,除来自境外势力外,更有国家组织型网络骇客入侵等犯罪活动,都可能极有网际网络连结而入侵破坏国家关键资讯基础设施,对国际民生造成重大影响。 他主张在国安法增定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国境内之网络领域及其实体空间,除了结合领土、领海、领空、太空之外的第五领域,及网际领域的主权观念及资通讯安全威胁顾虑,也皆是国家主权及于国境内的网络领域及其实体空间。 目前这项法案仍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议中。 行政院副发言人丁允公表示,目前网络架新闻,架讯息浮泛,其中不乏境外不友善势力蓄意操弄,可能威胁国家安全。 联合报资料照记者林和明摄影分享。